还要上药 好香 洋葱放进去 OK 放进去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冬菇炖排骨 冬菇要提前浸 浸至透心为止 要浸至冬菇 要洗一下才浸 浸至高度 定位可以剪到 定位是很乾淨的 放进去炆 如果没有定位吃起来 口感会好很多 宁愿我再吃定位会好些 我今日的冬菇是小的 正式是一口菇 很嫩的 香噴噴 另外配洋蔥和紅蘿蔔 薑蒜 1斤的排骨 然後放冬菇 把排骨放入水中浸泡 我調它砸大塊一點 因為它砸大塊會有骨髓 之後清洗一下 拿水 放一瓶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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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一浸 这块姜我们轻轻刮皮 我用刀刮刮 蒜切了一个地 破开衣 这个又破开衣 轻轻拍拍 很容易脱 切一刀就可以了 切些姜片 够了 切洋葱之前放些水 一切好马上放下去 它就不会辣眼 洋葱你提前洗一洗 让它的E级收下水分 剁的时候就容易剁了 我要半个 把定瓶盐 把红衣剁掉就可以了 大约两层 一剁就可以了 浸一碎它会更硬 容易剁一些 中间的肺 把把筋刮刮到中间的肺 放在水里 放下去 它就不会辣眼了 在水里浸在先撕开它 这是泥萝卜,我已经洗过了 刨皮 一头一尾切一块 清理干净,把萝卜滚刀切 不用切太多 我数了15块 冬菇已经浸好了 拿水 拿干水 冬菇等待定底后,我们就披一披 底就不要了 因为浸泡前洗,干冬菇来夹 不知道有没有夹着沙 我们也要清洗一下 冬菇洗后,拿到半干 不要太大力,留一点水分 拿到半干就可以了 好,到排骨了 给皮炸 百干净 锅 稍后要洗碱 自己装饭 鸡沥 不需吸水 蘸太多水 就这样煎的就比较粗糙的 不滑的 一定要经过腌的步骤才滑 我这里一斤的排骨 我半茶匙盐 一茶匙白糖 小粉 生抽 蚝油 一汤匙 三粉一茶匙 用筷子搅拌 用筷子搅拌 拌均匀 少许油 不要太多 拌至黏黏稠稠 OK 烧热的锅 先炒一下洋葱 放入 爆葱一定要有些油 可以炒香 少许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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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香气 好 可以了 鱼肉 继续烧热锅 放少许油 炒菇 放姜 不要烧太红 炒洋葱 鱼肉很热 没什么声音 一有声音 放少许油 慢慢加冬菇水 倒匀 盖上 盖上 炆10分钟 炆足10分钟 关火 盖上水 整大碗的冬菇水 都收干 倒出来 再次烧热锅 这个锅 洗一下锅 放入 排骨 先把火调小一点 直接放入 搅衣 煎了一分钟 проб饭 有点肯定不用煎五аг 加入鸡肉 放入鸡肉 大約1分鐘 鱸肉要反彈 放些蒜 炒蝦 放些鶉蛋 翻炒 炒成鸡肉 冬菇 加入冬菇 好香 加水 加水 少少浸过去 上的颜色很漂亮 加少许老抽 少许可以 盖上 滚了之后 调中火 炆20分钟 好 20分钟 开锅 看看 水收到七七八八 还有水 好香 很香 要熟 很容易熟 十分八分钟熟 炆到口中咬起来 不要太硬 也不需要绵烂 一只 冬菇没有调味 洋葱也没有调味 只靠排骨的味道不够 放入洋葱 试一下味 看它差多少 差一点 差一点 少许生抽 煮到这么咸 开大火 收汁 炆到最好 放火 汁已经弄透了 有空 更坦白了 放水 放入烤骨 骨盖 切骨盖 切骨盖 冬菇 非常軟滑 好軟啊 好棒 配料都非常好吃 洋蔥很爽,紅蘿蔔很軟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去嘗嘗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順便點個讚 多謝大家,拜拜